这样新立面的墙体也已经基本建好了 建好了之后同样的我们要建下面的这一圈矮墙 还有我们北立面的这一圈矮墙 我们首先可以绘制它的路径 因为我们已经有剖面了 这一圈矮墙是在适合的这一圈矪墙 我们已经有剖面了 然后我们是分到四圈矮墙 我们留意放在内髀墙上的bre面 但是我们要摆下了这一圈矮墙 这里面测量是 acontecer的 这一圈短墙墙墙 我们先把你碰到第一圈短墙 我咬到杀墙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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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的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点 在这里来试取一下它的剖面 然后在这边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顶视图来进行调整 同样的开启它的终极显示 然后更改一下它的材质颜色 同样的北厘面的墙体我们也来绘制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来试取一下 调整一下点 绘制内场 这边同样的来绘制一下线 直接来试取一下它的剖面 我们可以直接摆放它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它的柱子下面的这一圈 不能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断开 待会重新绘制下面的这一圈线 然后对它的材质进行更改 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的墙体和柱子 有一些胶面 在这里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来绘制柱子下面的这一圈走线 刚刚我们的方法不行 现在我们来重新单独的绘制下面的这一圈 接着我们来绘制柱子下面的走线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 绘制一个柱子的路径 然后对它失去剖面 然后对它失去剖面 翻转一下方向 调整点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点的位置 开启最终显示 这样柱子下面的这一圈我们已经走好了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些点的调整 更改一下材质 同样的进行复制 复制好的这一圈线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北立面 在门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台阶 我们需要来绘制一下 首先我们将我们的仕图切换到我们的一层平面 同样的我们可以先来绘制我们的台阶 解出150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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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立面上来观察它有几个台阶 有三个四个台阶 我们可以进行复制 侧立面上来摆一下位置 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直接拷贝 然后来调整它的点 进行一个几处 台阶有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台阶的旁边应该还有一个护栏 所以在这里同样的我们看我们的CAD的侧立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还有护栏 所以我们要来制作一下 侧立面有护栏 在这里我们要将我们的这个圈线进行一个附加 我们要绘制一圈线 首先我们将它推回到我们的可编辑样条线 首先我们将它推回到我们的可编辑样条线 附加我们刚刚添加的这条线 然后将它们的位置放好 在这里同样的我们说过可以更换一下它的起始点的位置 因为现在它的方向没有对 可以将起始点改到这里 将白色的点改到这边 在它的点的命令里面有一个设置为起点 这样我们的这圈线就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侧立面 能看到它上面还有一圈和旁边这个相似的个护栏 我们要进行一下绘制 我们可以先勾选一下它的路径 然后在我们的这边来释取一下我们的剖面 我们来直接释取我们的剖面 我们来直接释取我们的剖面 然后将位置摆放好 同样的要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摆放位置 可以更改一下它的材质 这样我们的墙体就已经基本建好了 建好之后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这边的走线 进行一个绘制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内面可以进行观察 在这里我们的墙体还有一点没对齐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下调整 同样的在这边也有一圈走线 我们现在来绘制一下根据墙体 我们先绘制路径 设置好路径之后 我们来对位置进行一个摆放 然后在我们的正立面来寻找一下 我们刚刚画过的一个剖面 在这里 在这里 对它进行一个扫描 失去剖面 将位置摆好 放好之后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 藍立面和新立面的模型取消隐藏 然后可以将它们的一些接缝的地方进行一些对齐 像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这边 我们可以将它的主进行 解开 open 选择它的这圈走线 选择旁边的走线 将它的命令退回 附加一下 将它们的点 换接到一起 对于切口的位置进行修改 这样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 然后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 背后视图 我们将它们的 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处理 将没有接上的地方进行处理 但是反正的地方进行处理 同样的因为他们的起始点位置没有对 所以我们要更改一下他的起始点 我们将白色的点转换到这边 将起点转换到这边 这样就基本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系列面看到这边的走线 和我们上面的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处理一下 将多余的线进行删除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来讲一下 别墅的屋顶的制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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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